大家好啊 小丑最新的皮肤 《异界行者》已经曝光了 这个造型奇葩的皮肤背后 其实有一个恐怖的故事 它的设计原型可能是参考了电影《毒液》 电影《毒液》讲的是外星共生体 想入侵地球的故事 毒液的来历源于一种外星共生体生物 这种共生体只能在他们自己的星球上独立存在 离开了自己的星球 就必须寄生在其他生物上才能存活 毒液本身是不具有好坏性质的 它完全要由宿主决定 如果宿主是好人 毒液可以越战越勇 成为超级英雄 但如果遇到坏人 毒液就会成为超级反派 恶战加恶 所以我们看到的小丑 《异界行者》皮肤背后有一个黑洞 这个黑洞就是暗示着被异界外星生物所寄生 我们仔细看小丑这款皮肤中一嘴的撩牙 这和电影中毒液的撩牙造型非常的相似 有黑命盘牙膏 牙好身体好 有黑命盘牙膏牙好身体好 丑哥不是无辜的 我知道你的皮肤有牙 这款皮肤确实是给小丑斩牙了 因为我们看一下原来小丑的设计图 小丑是缺了一颗牙的 这一款《异界行者》的皮肤 确实是给小丑斩牙了 堪称史上牙齿最撩的小丑皮肤 但毒液是有吃人的习惯 简直就是来自异界的斯人魔 它不仅可以吞噬人类的肉体 还能控制人类的灵魂 侵占人类身体的主动权 如果人类的身体完全被毒液控制 那么人类就会沦为异界生物共生的容器 电影中生命基金会的负责人 德雷克从特殊渠道获取了共生体 他被毒液的领导暴乱控制 并开始利用基金会进行人体实验 他还想用火箭飞往共生体所在的星球 把共生体全部带回地球 完成外星生物入侵地球的计划 但这个秘密无意中被记者艾迪发现了 艾迪被附身成为了毒液 这个毒液并不喜欢同族来地球 因为他在自己的星球上是个被欺负的弱者 唯有在地球上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强大 所以毒液和艾迪达成了共识 一起对抗暴乱保护地球 最终暴乱和德雷克被炸毁 艾迪和毒液也达成了共识 毒液可以留在艾迪的身体里 但以后不能吃人 遇到坏人时就惩恶扬上 这个故事中毒液征一切 其实第五人格当中的小丑 他在人格分裂以前 也并不是一个坏人 为了保护被欢乐小丑虐待和欺凌的 心善人训寿司 他才会误入歧途 最终物极必反的球客 用最极端的方式 报复了欢乐小丑 制造了月亮和公园的惨案 这个事件龙哥哥之前说过 故事是参考电影三星小号曲 所以小丑这个角色 本身也是一振一挟的 这和新皮肤异界行者 一振一挟的特点也很相似 这个异界斯人魔 寄生在人类的身上后 是好是坏 则受到了宿主的影响 我是一个好人 你别太招了 为你付出我的灵魂 好了 大家对小丑的皮肤 有什么干法 你们会入手 异界行者吗 欢迎在评论区 留言告诉龙哥哥哦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 关注超神龙哥哥 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